整个社区位于休斯顿Richmond的这个区域离中国城很近 有湖景湖景的家价可能是在三万美金左右 然后学区是一般但是学校就在社区里面 地税非常低只有2.5的税率 然后社区的泳池啊活动中心啊等等一应俱全 这个都是没得说 所有休斯顿的社区都是这样的 嗨大家好我是Gigi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房子是一套非常低税率2.57的新房地税的45尺宽具的房子 这个45尺宽具的房子基本上就是在Single Family别墅的这个尺寸当中最小的一个了 然后这个房子的居住面积是2270尺 它有三个卧室两个半洗手间 旗舰价格是30万3990美金 它临近亚马逊仓库又离中国城很近 所以这个位置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所谓的区域呢就是在Richmond这个区域 那这边学区不是很好 这可能算是它唯一的缺点了 那其他的我都觉得非常好住起来应该也很舒服 如果您对学区没有要求 这个是很好的选择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房子的这种感觉 有点户型有点像我之前拍过的小教堂峰 但是就是因为它差了那么一点点设计感 所以它比小教堂峰便宜十几万 然后右手边也是一个书房 一进门还是很宽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左手边 是一个套间 这边是一个洗手间全卫 然后里面是一个客人用的卧室 这个卧室还是挺大的对吧 你看它总体面积2200多尺 其实越小的房子越要注重它的方正性 然后它右手边呢是一个带着窗户的洗衣房 然后这边是储藏室 往前走 就是客厅和厨房的位置 这边的构造就特别像我之前介绍的那个小教堂峰 但是小教堂峰 因为它的那个设计感确实强一些 所以感觉上更好看 这是厨房 小教堂峰这边是楼空的 马上这边 它这个房子这边不楼空 这边是 然后呢再往这边走 就是一个客厅 客厅是个溜背的高条 上面是这样子 其实也算是有点高条的 尽量把这个户型做的敞亮大气 毕竟价格也摆在这里 才30万出头 然后呢再往这边走 是主卧 主卧依然是有飘窗 然后尽可能给了很大的面积 所以我觉得性价比很高 然后这就是主卧的洗手间 两个洗手盆 这边是衣帽间 就是在有限的空间当中 尽量的使房间感上 感觉上大气 然后有阳光感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户型的标准 一楼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现在去二楼看看 上楼之后呢 分左右手 右手边是活动的区域 一个game room 一大排窗户 然后这边放一厅 然后这边是卧室 看二楼放一厅 你看不管怎么说 他给放一厅的空间很大 因为老美很注重享受 往这边走呢 有一个卧室 这是一个婴儿房 这边是一个窗户 这个房间是没有洗手间的 楼上两个卧室 共用一个洗手间 这是另外一个卧室 你看他楼上卧室挺小的 这个床是个单人床 很窄的那种 他把很多空间留给了活动的区域 所以你就会觉得 这房子好像又很大 但是卧室又比较小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房子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位置是什么样子 我们现在先从大地图上看一下 在休斯顿的大地图上 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看的房子位置在这里 它离West Park高速公路比较近 然后这边就是中国城 所以它离中国城的直线距离 也就是20分钟或十几分钟不到 差不多15分钟左右就能到 然后这一大片都是Richmond的区域 然后往上走这边是南Kitty 我们经常介绍的 再往上是Cypress 然后再往下这边是Shurgland 我们介绍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这里 这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它到各个地方的距离 是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比如它到中国城的距离 到中国城的距离 17分钟到Uptown25分钟左右 到医学中心的距离是30分钟左右 就是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样子 如果您觉得学区并不是非常重要的话 那这个地方的位置和价格 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就是这样子的距离是30分钟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就是这样子的距离是30分钟的 就这样子的距离是30分钟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了